继硅谷Silicon Valley Bank一门银行Signature Bank事件后,又一家银行出现了次贷危机。 3月15日,全球第五大财团,瑞士第二大银行,瑞士信贷银行,爆雷了。 事件一出,直接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,投资者和储蓄纷纷撤资出逃。 当天,瑞银的股票暴跌于30%,这场风暴还延烧到了股市,当日美道琼指数跌近300点。 然而,这场风暴并不是意外,而是可以预见的爆发。 早前,瑞银就曾因爆仓和投资亏损,合计损失将近155亿美元,后又自爆内部管理不善,去年甚至还因帮毒贩洗钱被判决有罪。 种种丑闻下,信任基础早已崩塌,但末日博士鲁宾尼却评价,瑞信已经大到不能倒了。 作为资产规模超5000亿美元的大银行,一旦倒下,下一个雷曼时刻恐怕就要来临。 这就迫使瑞士国家银行出手相救,以安抚市场情绪。 于是,3月16日股市开始反弹,股票收盘上涨19%,收复了前一天在证券交易所有史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天中的部分失地。 短期内,瑞信是躲过了一劫,但其基石早已动摇。 接下来,国际资本逃离瑞士将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。 而相继爆雷的金融市场里,央行的救护车是否总能及时赶到? 每次金融危机被救火,我们的警惕性是否逐渐松懈? 我们的钱放在银行,还安全吗? 关注我,了解更多财经资讯。